你知道吗 美团竟然参加世界杯了 加纳球队的训练符上 明晃晃的写着 美团外卖 金球也快 加纳是个怎样的国家呢 为何国家遍地黄金 人们却靠紧拉机为生呢 今天 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 加纳 全称加纳共和国 非洲西部的一个国家 总面积238,537平方公里 和英国差不多大 国家人口总数为3,028万 加纳在西非国家中 属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一例 2021年 加纳国内生产总值 已经达到了784亿美元 人均生产总值2545美元 折合成人民币近乎1.8万 这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点少 但在西非已经算不错了 黄金 可可 木材 为加纳经济撑起了一天天 加纳黄金主量 居非洲第二 达到了20亿盎司 足够加纳人挖掘700多年 加纳在2019年 已经超过了南非 成为非洲最大的黄金生产国 殖民时代英国形象的 将加纳称为黄金海岸 除了巨大的黄金储量 加纳的钻石储量更夸张 足足一亿克了 居世界第二 除了黄金海岸的美意外 加纳还被称为可可之国 可可作为巧克力的颜料 是加纳的主要经济作物 产量已经达到了85万吨 紧粹于科特迪瓦 是世界第二大可可生产国 可可创造的经济价值 占加纳全国GDP的六分之一 加纳还富含森林资源 森林面积约260万公顷 还生产各种名贵木材 然而没有人能想到 加纳这样一个资源大股 人们生活现状却有待提高 部分年轻人甚至都无法活过25岁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加纳大部分人的月工资 在800元到1300元间 工作时间也是8小时 一个月休息6到8天 当地有中国人开的工厂 这里的工资会高一些 普通人的工资 在1500元到1800元之间 若是能做到工厂管理层 工资足够在当地傲视军雄 毕竟2500元的高薪 可不是谁都能拥有的 上述的这类人 已经算是比较幸运了 加纳的一部分人 为了每天能够填饱肚子 是以生命为代下的 加纳是非洲最大的电子垃圾厂 电子垃圾处理成本很高 而且会造成环境污染 西方国家认为 在本土处理电子垃圾得不偿失 送到加纳就好办多了 只需要微博的运费就行了 电子垃圾被送到了加纳 因为电子垃圾含有贵金属 所以加纳也乐意接收 这些电子垃圾在进加纳前 西方国家会进行初步拆卸 找出容易分离的贵金属 因此加纳收到的电子废物 可以利用的仅有三成 当地居民会对设备进行维修 保障后成了二手设备 这种二手设备种类多 价格低廉 十分受当地人民喜爱 加纳的电子垃圾厂里 每天都有很多淘金人 淘金人没有现代化设备 他们便用手 将金属 塑料 线路板等拆卸出来 这种工作虽然赚钱 但却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 电子废物 焚烧和掩埋 这儿的空气变得污浊不堪 水泽烟污染更加严重 根据调查和测试表明 加纳的土壤和水体中 含有大量的重金属 超过普通土壤的一百多倍 当地人的血液中 也含有大量的有毒金属 从事淘垃圾的人都很年轻 因为有很多人在这种环境下 都活不过25岁 生活条件如此艰辛 也没有带走加纳人的快乐 重金属污染 一直在陷害加纳人民健康的身体 各类传染病也再次肆虐 比如 虐蚊传播的虐气 从感染率和死亡率来看 是加纳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 腹泻 呼吸系统疾病 糖尿病 以及艾滋病也非常普遍 加纳也是艾滋病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好在加纳人什么事都看得开 生死看淡从不抱怨 他们认为熬过了必须的苦 才能过上喜欢的生活 所以每一个加纳人脸上 都会挂着灿烂的笑容 在加纳死亡是一种重生 死人会开启新的生命 所以加纳的葬礼是一场黄昏 他们为死去的人庆生 棺材也会根据个人喜好 独家定制出各种风格的 欢快的抬冠五曾经风靡望落 黑人抬冠五很有猛性 加纳人崇拜凳子 男子求婚 凳子可做彩礼 女子出嫁 凳子就是嫁妆 父辈留下的凳子是财产 世代流传下来的凳子 还会被奉为先祖圣武 在加纳 凳子等同于王冠 旧长被拥戴为王 当地会称之为坐上凳子 加纳最著名的凳子 是阿萨帝王国的镇国之宝 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凳子 加纳的英文国名GHANA 与中国的CHANA很像 2022年卡塔尔世界被抽签时 前国足主舰链抽出CHANA时 不少国人也微致激动 可惜这终究是一场梦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有你发财的小手给来个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